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迟早的问题 国际足联考虑到中国足球的水平 担心啊 一旦按照以前的规定来 很可能以后所有的奖杯都会被中国的拥有 现在看来啊 还真是想多了 不过啊 在1976年 中国首次参加亚洲杯便获得了季军 令国际友人们眼前一亮 到了1980年 中国队正式回归国际足联了 并参加了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遇选赛 中国队在1981年1月4日 4比2战胜了亚洲强队北朝鲜 随后又3比1战胜亚洲顶级强队科威特 0比1输给了新西兰 6比2又赢了沙特 等到中国队所有赛程比完之后 小组还剩下最后一场沙特对新西兰的比赛 但是啊 凭借沙特的实力不至于输 即使输只要低于五个球 那中国队就能挺进世界杯了 正因为如此 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已经铁定出现了 因此啊 中国队就早早的解散 放假回家 准备过大年了 可是呢 到了1981年的1月30日 沙特主场对阵新西兰 无耻的沙特人故意输给了对手 比分不多不少就是0比5 更让人气愤的是 当时的国际足联居然把这场赤裸裸的甲球 称为新西兰的利亚的胜利 按当时的规则 中国队和新西兰队必须再进行一场复加赛 已经放假的中国队不得不仓促集结 准备不足的中国队在复加赛中以1比2赋予对手 含恨出局 这是新中国的足球队除2002年外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了 像我们前面说的 中国队和新西兰球分持平的情况下 又临时附加了一场费时费力的附加赛 国际足联后来觉着这样不妥 于是便指出对比的方法 有积分 竞胜球 球数 交球记录 这样还持平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更加简单暴力的方法 抽签决定 也许有人会说 世界上哪有那么巧的事 这么多方式怎么着也能把名次比出来了吧 其实啊 还真有 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上 F组的沙特 荷兰和比利时 全都是胜两场 输一场 同击六分 并且这三个队的竞胜球 都是一个 三个球队之间胜负也一样 荷兰胜沙特 沙特胜比利时 比利时胜荷兰 并且 由三个球队之间比赛的竞胜球数 也是相同的 最后 比竞球数量 比利时出局 但是呢 荷兰和沙特的竞球数也一模一样 最后没办法 只能由抽签决定 沙特拿到了第一 虽然啊 英国在1905年 就加入了国际租联 但是 前几阶的世界杯 英国都看不上眼 到了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 国际足联再次恳请英国 英格兰觉得 去一去也无妨 让各个国家都开开眼 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足球的 最高水平 在小组赛第二轮 英格兰同美国的比赛 由于美国是一群业余球员啊 英格兰觉得 跟他们比赛 太欺负他们了 于是不仅把主力球员换了下去 更是玩起了花样足球 每个人顿时就是高球附体啊 结果 在上半场第三十八分钟的时候 美国队的乔盖特金斯 勉强在不专心比赛的英格兰队里断球 一比零 爆冷领先英格兰 这时 美国的自信心上来了 心想 英格兰也不过如此嘛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嘛 而英格兰队啊 转眼间就慌了 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能被这么一支业余球队 尽一个球 心里一直在想 面对这样一支球队 竟然被攻进一球 我们回国 该怎么解释 越想心越乱啊 也没有多少心思 放在球场上了 其实 英格兰的单忧 也并非没有道理啊 像当年在2002年的 世界杯逸选赛上 中国队10比1 马尔代夫 这无疑是一场大胜啊 但是球迷并不买账 他们认为 面对这种渝南球队 你们竟然还被他攻进一球 你们的防守 也太不行了吧 无独有偶啊 去年李皮带领的 国足8比1 大胜菲律宾 腾讯新闻的标题是 国足狂胜难掩尴尬 68年实战菲律宾首次丢球 所以英格兰队 当时都这么想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尽管如此啊 瘦斯的骆驼比马大 英格兰在这种地步下 也守住了 0比1的比分 当前方记者将新闻 传回英格兰之后 媒体主编 以为这是记者的玩笑 觉得英格兰最少 也得到两位数的金球吧 最小的两位数是10嘛 于是他大比一挥 把比分由英格兰0比1美国 改成了10比1美国 他觉得英格兰进球数 应该不止10个 为了照顾点美国的面子 英国啊 就展示点声势风度 少写一点 这个离奇的比分 经过编辑这么一改 第二天 还真的在报纸上发表了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